廣彩是廣州彩池的簡舍 其實廣彩是將中國傳統加上外國的元素 慢慢設立出來發展一種新的圖案 這個是電腰 所以剛剛裝了一個瓷器 一個爐可以裝幾百件貨 由早上9時燒到下午4時 燒到溫度高到820度或者830度攝氏 其實顏色變化是金屬氧化物 經過高溫之後 就呈現了所有顏色出來 怎樣用都不會掉色 像鬥雞、傳統帽 這些都是傳統的廣彩圖案 廣彩圖案通常是畫滿了花 又是對稱的 廣彩在空白地方填了金彩 所以廣彩也叫織金 很多時候有玫瑰花頭 所以外國人叫做廣彩圖案 廣州玫瑰 不是廣東玫瑰 外面坊間整整一下 以為廣東是廣東 廣東是廣州 即是廣州人 為什麼是玫瑰呢 因為玫瑰花在外國通行 雞是畫出來的 雖然我們叫鬥雞 但它不是互相爭鬥 大家互相爭英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雞身 或者花頭的大師傅做出來 那些用白手 我們叫搭花 搭出來的 下手那些就是下馬鐵顏色 所以上手師傅的經軌 就是做了構圖 你見到廣彩很多時候 很多線條 每個圖案都很多線條 全部都是拿著來 白手來扭 車線 所以廣彩圖案比較繁複 很精細 漸漸發展 很多現代的 這些叫篤花 或者現代做給外國人的 一些家族的文章 徽章 現在手工畫的廣彩就沒有了 我們就將它發展做鐵花紙 但鐵花紙看上去 顏色不同 鐵花紙比較單調 平板 死板 但手畫的東西 摸下去 雖然粗一點 過界 但摸下去有質感 起碼有生命力 所以廣彩的經軌長 滿了圖案 都會有生命力 現在前廠很幸運 這是我自己的物業 沒有被迫遷 加租的壓力 所以才能夠繼續在這裏做 很多年 我們家人都很勤奮 一天回來 有一種寄託 就算我老爸九十幾歲 都喜歡回來坐 回來看看自己的事業 好過大把錢坐在家裡 就算數錢也沒有我所當 回來起碼有些人氣 有些客人來招呼一下 現在唯一有推動力 好吃有些人 有數錢也沒有任何人 就像他們也沒有那樣 要來吃